粉色櫻花在枝头绽放 游客真香上花 但也引来猕猴爬上树 灵活摘下櫻花 一朵一朵往嘴里塞 但不止櫻花 露营区帐篷 也逃不过猴曲魔掌 猴子大摇大摆闯入帐篷 将食物搜刮一空 甚至连卫生纸都不放过 大猴带着小猴 就在露营区大快朵頤 你看他窗户没有刮 小木屋也成为猴子攻占目标 要是门窗没关好 就会入室抢劫 猴群出没地点 就在台中武林农场 让游客不堪其扰 常常会有一些台湾猴 会尝试着去拿些食物 相关的食物 一定要锁在营葬里面 原邦提醒要防止 遭樱花小偷打劫 得避免单独主食和行动 也不要和猴子对抗 以免被当成再挑衅他 可以携带冰桶封存食物 还有登山帐和雨伞 也能驱赶猴群 不要喂食它 食物不外露 尽量结伴同行 让猴子能够在武林农场 和人类和平共处 武林农场拥有丰富自然景观 也是野生动物天堂 原方表示 林管处有派驻驱猴人 协助排解人猴冲突 但还是希望游客做好 自身防护与猴群和平共处 三菱新闻 陈生栋 孙玉莉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